我其实在西中有两匹马 一个是在质子团 中风的那匹马叫Lily 是一个母马 然后后面的是水龙鞠 我叫他大白 大白Lily 陆池 你的那批作家叫什么 我那批作家叫闪电 为什么叫闪电 因为每次我们 因为刚才我的好兄弟计划已经说了 我们要做到人马配合都非常强 那我每次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几匹马都要经过这样的训练 然后我就跟我的马说 你看看人家的马 你看看人家多好 你也得 你也得 不能输 然后我也批握我的马 悄悄跟他说 要追赶上雪龙鞠 因为我们训练的时候 都骑自己的马训练 所以说我就会 有时候口袋里面准备一些小零食 我就贿赂他 我说这样的话能够增加我和马之间的感情 然后时不时不再POA谈一下 我说人家跳得多好 你赶紧你也跳 嗯 就这样 对非常的精彩 小柯同学你的那匹马叫什么 呃我的那匹马叫小白 小白 小白 小白啊 那么可爱的一个名字 你跟起来人之前那叫小白 是白色的 对但是他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只白色的 对他起来嘛 其实是一只白色的嘛 然后经过瓢染 哈哈哈哈 有点蓝色的 有点蓝色 有点蓝色的 有点蓝色的 对 有点蓝色 有点蓝色 染蓝色啦 染蓝色啦 小白同学的那一批 我看的那一批马好像 沒有 没有名字 因为我那一批马就是 就是,在跳障礙的時候,跑得太慢,然後現場就給我直接換了一匹 所以要換,主要因為我們五匹馬要同時跳過去,然後我是在最右邊那樣 我不能衝得太快也不能衝得太慢,不然就沒有我的鏡頭 就出話了是不是? 對,所以說不定 我們在拍一支馬戲之前,比較有意思的是 其實在那個紀州城之戰,就我們在前面演講的時候 我們是,因為在古時候我們是沒有腳登 然後我們的盔甲是有25公斤重 我們那一場戲拍了一整天 然後其實在那個馬鞍上面墊了很多尿不濕 還有那個鞍墊,因為要做一整天,我們的支撐力只有我們的屁股 然後一咖,一咖,我們就一直在放鬆一下 我們這房間一看全是火街的 哈哈哈哈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真的非常棒 掌聲帶送給我們這些年輕的演員